最近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个人都是为情而活着 亲情 友情 爱情 其实我们人生啊 就是一出戏 只是这个剧情不一样 有喜剧 有悲剧 有爱情剧 我们也都是其中的演员 分配的角色不一样而已 无论你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戏最终都是有结尾的 还是要结束的 就像我们每天遇到的无常是一样的 今天过了以后不知道明天的事 所以我一直在给大家讲 要学会放下 尤其是放下我们的情智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的修行路上 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除了念佛 还要放下万元 这个万元主要就是指的我们在 人情事故中的这种情智 我也每天会收到很多人的来信 无非就是离婚的 丧子的 家人有病的 丧子是如何的伤痛 离婚是如何的悲哀 人们如何才能摆脱情的困扰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 释迦牟尼佛传法时代 那个时候的修炼人 是如何对待这个情的 佛陀对他们的开示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 大家听完了以后 一定会受益的 据经典说 自从释迦牟尼佛来到社会国 为大众说法教化后 全城的人都成为了 有道德 有礼貌 懂事理的人 他们相互爱护 帮助和睦相处 社会国简直就是一块净土 当这个消息传到其他的国家时 远在罗越齐国的地方 有一个外道 生起钦佩佛陀的威德的心 因此他放弃苦行 不辞旅途的辛苦 长途跋涉来到社会国 想拜见佛陀 请求开示 可在他还没有见到佛陀时 却遇到了一件令他不解的事情 原来社会国是一个热带的地方 毒蛇很多 如果被咬伤 立即会丧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被毒蛇咬死的人很多 当这个外道走到城外的时候 看见两个父子在田里干活 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一条毒蛇 把那个儿子咬了一口 不久毒发就死了 而那个做父亲的却依旧照常的干活 儿子的死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外道就觉得很奇怪 就问老人 这个年轻人是谁呀 我的儿子 老人回答 既然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他被毒蛇咬死 你却一点悲伤都没有呢 还有心情继续干活 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这有什么好悲伤的 人总是要死的 事物的兴盛与衰败 自有他的规律 人既然死了 如果他有善因 自有好报 假如他的恶因成熟 恶报就会陷于其前 我忧愁 啼哭 对死者能有什么好处呢 老人说到这里 看着发呆的外道 又问他 你是不是要进城去呢 顺路的话 我拜托你一件事 可以吗 外道问 什么事 老人又继续说 你在进城后 向右转弯的第二家 路过时 请对我家人说 中午送饭的时候 只送我一个人的份就可以了 对他说 儿子已经被毒蛇 咬死了 外道觉得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这个老人 一点善心 慈悲心都没有呢 儿子死在了这里 外道奇怪的又问 老夫人 你难道不怜悯儿子的惨死吗 老夫人却很自然的回答道 这个儿子脱生到我家 并不是我去招呼他的 他自己要来的 现在走了 我也留不住他 正如旅店里住一夜的旅客 晚上路过 寄宿 天亮各自离开 谁也留不住 其实也无需留 我们母子之间也是如此 儿子的去来 是随他的业缘 我一点也救护不得 外道听完这些话 心里想 这真是一对 硬心长的夫妻啊 又糊涂又不尽人情 这时里面又走出来一个女人 是死者的姐姐 外道好意的问她 你的弟弟死了 你难道不伤心吗 他已经死了 我为什么要伤心呢 我们如同被编成大木筏的木头 在水中航行 一旦遇到大风暴 木筏被冲散了 那木头各自随流水飘散 木头不能永远的绑结在一起 我们因为偶尔的姻缘 而变成了姐弟 同生在一家 但寿命各有长短 生死并没有规定的时间 她既然先走一步 我做姐姐的又有何能力相救呢 姐姐说完 身边又一位妇女说 哦 我的丈夫死了 外道这时已经更加的坠在云雾中了 她问妇女 你自己的丈夫死了 竟然这样若无其事 毫无悲伤之意 真的这么无所谓吗 死者的妻子平静的说 我们夫妻的结合 和空中的飞鸟是一样的 夜间停塑在一起 天一亮各自去寻求食物 各有各的命运 鸟一旦飞开 而不能回来 是她的造化 我既代替不了她 也无法为她承担业力 就好比在途中相失的客人一样 相会以后 总要各奔东西 外道听了这一家人的话 满心的愤怒 甚至后悔自己跑了一趟冤枉路 本来听说这社会国的人是有孝道的 以为自己弃邪归正 来此寻找真谛的 岂知是这样一般 毫无道理没有仁慈心的人 尽管如此 她还是想见佛陀一面 空手而归 毕竟是遗憾的 因此她来到 奇缘经社 求见佛陀 拜道心里充满疑问 见佛陀以后 默默坐在一边 低着头 并不开口询问 其实她的心思 佛陀早就明白了 因而故意问道 什么事使你如此忧愁呢 因为希望不能如愿 所欲之事违背我心 所以忧愁 外道回答 哦 忧愁不能解决问题 有什么失忆的 你尽管说吧 佛陀慈悲的对她说 我从远方慕名而来 是因为崇拜社会国 有您的佛陀的教化 人们都依法奉行 岂知一到这儿 就遇到这么多 一点也不尽人情的事情 外道将碰到老农夫 及儿子乃至一家人的事情 告诉了佛陀 他以为这是大逆不道 没有人情 岂有慈悲可言 在佛陀的国家里 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佛陀却微笑着向他开示道 话不是这样说的 人所希望看到听到的 是人情人性的事 而法理是不能顺着人情人性的 把人性进化与真理相应 那才是最要紧的 你所见到的那一家人 在道理上他们并没有错 他们能知道人生无常 人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 有违的色身生命 这是从古至今 所有的圣返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死了 大家为他大哭 大喊 这对于死者有什么益处吗 何况当人在有生的时候 注定就是要死的 生习死卑 这是世俗对于生死的迷惑 所以在生死的轮转中 就永远也没有止息的时候 外道听了佛陀的开始后 心里顿时开悟 从此他真正改宗 归依佛陀 做了一个浅诚的 精进的比丘 所以看了这个故事以后 就让我们知道 人生无常 有生必有死 我们在死者面前 大声的哭喊 是没有用的 是救不了他们的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念佛人 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事情 都要把心稳住 只要心里有这一句佛号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只要有佛菩萨的加持 都会让我们解脱困境的 并不是说我们修行人 就都六亲不认了 这个是错的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更加的要孝亲尊师 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分享这个故事 主要是让大家 要正确的面对 无常观 生死观 就是家人 如果去世了 我们要怎样的一个 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让大家 放不下这个情职 然后会影响我们的修行 会影响我们的往生 这个是主要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 希望大家呢 都能放下情知 好好念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博士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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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